我到贵阳啦 这次贵阳之行呢是跟闺蜜一起 终于不是我自己一个人了 由于我们两个都懒得做攻略 所以说还是选择的跟团旅游啊 在高铁后呢 旅行车派了司机来接我们到酒店入住 酒店环境还算是干净整洁啊 到酒店啊已经晚上11点半了 但依然阻挡不了我们想去逛夜市的心 放好行李后呢 我们就去打卡了贵阳的网红夜市青云市集 这是凌晨12点的青云市集 不愧是节假日啊 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在去酒店的路上啊就听司机师傅说 来到贵阳一定要去逛一逛青云市集 这里汇聚了贵阳的各色美食 在这里整一顿夜宵也太爽了吧 一进青云市集 我们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息 这里霓虹璀璨 充斥着古典与潮流的融合之美 来逛街的有情侣 有闺蜜 有兄弟 有一家人 虽然说人群不同 但大家的脸上都带着同样的笑容 想必这就是属于青云市集的魅力吧 当然啊 对于一个吃货来说 最吸引我的还是这里丰富的小吃 逛了一圈下来呢 我们买了烧烤 水果 冰豆花 炒羊鱼片 烤米皮 还有酸奶和果茶 这个烤米皮真的好好吃 虽然说里面放了折耳根 但是如果单吃米皮一点鱼腥味都没有 软软动动的口感超绝 吃完夜宵我们就回酒店休息了 睡了三个小时就赶紧起床 缩了碗粉 然后跟团出发了 十一期间 打发车都坐满了啊 我就在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 每天像坐过程车一样 编的我死去活来 贵州第一站呢 我们打卡的是黄果树风景区 相关的风景介绍呢 下期跟大家分享哦